61岁谢元离世,葛优良天悲痛送别,喜剧《三剑客》成遗骇 2020年8月18日,谢元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享年61岁 与此同时,葛优良天也成为众人最为关注的对象 1988年之前,葛优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良天则在北京服装八厂当了八年的管理员 此时谢元已经凭借着齐王获得了第九届中国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了 1988年电影玩主开始拍摄,片中葛优,良天,张伯利扮演三个无业青年 2007年,好莱西公司投拍情景喜剧小区故事多 良天和谢元担任主角,却不见葛优的身影 葛优说观众会永远记住谢元对中国电影、电视剧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良天说所有和谢元合作过的业内人士 都会怀念他曾经给我们带来过的快乐和感动 愿他的灵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此天堂不再寂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